前面介绍非常精彩的高分科幻电影《升级》 故事发生在人工智能高度普及的未来世界 汽车房子都植入了人工智能 只要你想 其实人体内也可以植入 人类只需动动嘴就可以完成任何工作 非常的便捷 男主格雷则是个例外 他是一名汽车修理师 什么事都喜欢自己干 但这个事件 汽车修理工作已经完全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所以格雷找工作都很困难 妻子则非常喜欢使用人工智能 两人虽然观念不同 但却恩爱有价 这天 格雷好不容易接了一个修理汽车的活 在完成后 他拉着妻子一块去还车 车主是一位顶级富豪 名字叫艾伦 同时也是人工智能界的大佬 正好呢 妻子也隶属于人工智能公司 负责制造机械臂 但他的公司跟艾伦的公司没法比 妻子给他好一顿夸奖 艾伦则给两人展示了一个高科技玩意儿 名字叫做智脑 并宣称他能完成任何事 非常的厉害 格雷则对此不屑一顾 有本事你让智脑生个孩子看看 会面结束后 两人乘坐人工智能汽车回家 由于是无人驾驶 再加上没事可干 夫妻二人就决定放飞一下自我 结果过程中 无人汽车却将他们带离了回家的路 两人试图停车 却被告知系统发生了故障 眼看着车速越来越快 格雷赶紧给妻子系上了安全带 于此同时 汽车撞上了路障 并发生了次翻 格雷被摔得很严重 艾梅等反应过来 一伙歹徒就从旁边出现 他们不畏钱不畏色 领头的老大直接朝妻子的胸部开了一枪 随后又给格雷的后背来了一枪 虽然格雷没有死去 但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死 接着 警察将他送到了医院 由于脊椎损伤是不可修复的 医生也没有任何办法 时间来到三个月后 格雷因瘫痪坐上了轮椅 生活一下子跌入了低谷中 好在家中的人工智能能满足一切日常需求 他找到了负责妻子谋杀案的女探员 然而女探员却无奈地说 警察还没抓到歹徒 甚至不知道歹徒的身份 因为这些歹徒很厉害 能避开无人机的面部识别 格雷非常的愤怒 回到家后 他想让人工智能机械臂 给自己注射过量的药物来杀死自己 但人工智能不仅没有听 反倒是将他送到了医院 富豪艾伦前来拜访 并说治脑可以帮助他 连接大脑与四肢 只需做一个植入手术 他就可以重新站起来 一心寻死的格雷本来是不同意的 但艾伦在临走时却说 你妻子要是还活着会怎么想 格雷最终还是同意了 并在艾伦手下的帮助下 将治脑植入了自己的脊椎中 在苏醒没多久后 艾伦就重新站了起来 几分钟就能跑路了 非常的神奇 由于治脑项目不被政府允许 所以艾伦就让格雷签了保密协议 回到家中 格雷迫不及待地看起了妻子被害案的 无人机拍下的视频 但他却毫无头绪 此时 治脑竟然开口说起了话 吓了格雷一跳 虽然很不习惯 但治脑却从视频中发现了一些细节 并说那些歹徒没有枪 他们的子弹来自手臂 也就是说那些人是扮机械人 随后 治脑还发现了一个歹徒的手腕上有纹身 在得到格雷允许后 治脑控制他的手在纸上画出了这个纹身 并迅速破解了这家伙的身份 正格雷非常的惊讶 警察花了三个月没破的案子 治脑竟然几分钟就侦破了 格雷本想报警的 但治脑却提示他签了保密协议 不能透露自己的存在 况且就是将纹身告诉警察 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 格雷必须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才行 于是他只好孤身来到了歹徒的家中 并在电脑上发现了关键线索 老骨头酒吧 此时 歹徒回到了家中 并发现了格雷的闯入 两人打了起来 由于歹徒是陆战队出身 所以轻松就制服了格雷 危机时刻 治脑请求帮助格雷 在得到允许后 他一脚就踹倒了歹徒 随后又起身暴打了一顿 这时候的格雷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 歹徒拿出刀还想还击 却被格雷夺过刀 直接杀死了这个家伙 看着歹徒的鲜血流了一地 格雷直接吐了起来 他真没想到会死人 幸亏有治脑在 并帮助他清理了现场的指纹 完事后 艾伦找到了他 并说自己能追踪格雷 艾伦警告 治脑造价昂贵 不是拿来查案的 一旦被警察逮住 治脑将会被挖出来 而格雷则又会变回瘫痪状态 回到家中 女探员也找上名来 原来他通过无人机发现了格雷去过死去歹徒的家中 治脑则帮助格雷将此事圆了过去 由于女探员知道格雷瘫痪 所以并没有起疑心 女探员离开后 格雷继续调查 并来到了那家老骨头酒吧 他朝着人群就呼喊 有谁认识死去的歹徒 周围的人全都看笑话了 一名老黑则主动站了出来 格雷说是自己杀了那名歹徒 老黑被激怒 并叫了几名手下 将他推到了厕所中 准备教训一番 老黑掏出刀子 在格雷的身上 左叉叉又筒筒 在确信他人处无坏后 才承认自己也是歹徒的一员 格雷得知后 立刻允许治脑动手 随便使出几个技能 就干倒了所有歹徒 格雷则跳到了老黑的身上 提要问出他的同伙 老黑起初很强硬 但被治脑用刀子一顿折磨后 就什么都招了 并说 其实格雷夫妇是一个任务 说完便死去了 看来这件案子背后还有主谋 格雷必须要深入调查 就在此时 艾伦也发现了格雷乱跑 于是就要远程关闭治脑 一旦治脑关闭 格雷也将陷入瘫痪 治脑提示必须黑了艾伦事迹的操作系统 为此 他在附近搜索到了一位黑客 事不宜迟 格雷赶紧往那边跑 并在瘫痪的最后时刻找到了黑客 是个女的 女黑客也算仗义 拿到钱后就伸出了援手 于此时 歹徒老大找到了老黑的尸体 一招手指插眼就得知了格雷的去向 随后 老大还找到了酒吧老板 并怪罪他不帮助自己的手下 老板也是很无奈 谁能想到一个四肢健全的人会打不过轮椅侠的 话说着 老板就掏出了枪 然而老大却不慌不忙地打了个喷嚏 喷嚏里包含了无数纳米刀片 并通过老板的鼻子钻入了他的大脑中 几秒钟就杀死了他 于此时 女黑客则已经黑了艾伦的操作系统 但智脑重启需要一段时间 这时候老大两人赶了过来 女黑客感觉情况不妙 立刻撇下格雷撤离 好在智脑重启完成 格雷重新站了起来 不过由于对方有两个半机械人 智脑认为胜算不大 就带着格雷逃跑 一个半机械人追了上来 被智脑放出几个大招轻松解决掉 格雷则顺利回到了家中 睡了一觉后 女探员又找上门来 原来他在老骨头酒吧发现了格雷的轮椅 格雷连续两次出现在犯罪现场 引起了女探员的怀疑 然而智脑却帮助格雷再一次打发了他 由于艾伦的操作系统被黑 智脑现在已经完全自由 可以不用经过格雷的允许 就能控制身体行动 他认为歹徒老大是个威胁 于是立刻控制格雷要去厮杀老大 过程中 女探员去车追了上来 以格雷的实力肯定是甩不掉他的 智脑只能亲自出马 并控制着路上的一辆无人车倒退撞向了女探员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女探员虽然没死 但一时半会儿肯定是追不上来了 而格雷则找到了老大 两人打了起来 老大的身体中也有高智慧人工智能 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 但最终格雷还是杀死了他 在查看老大的微型手机后才知道 原来幕后主谋是艾伦 格雷愤怒地冲了过去 然而艾伦却说自己与死事无关 就在此时 女探员也从背后出现 并拿枪指着格雷 智能感觉受到了威胁 于是找机会打倒了女探员 并要掐死他 格雷不想随便杀人 但他却无法控制身体 挣扎着才勉强用右手 把刀子插向了自己的锁手 随后又让女探员用电击棒 将自己给垫倒在地 这时候艾伦拿到了枪 并说出了一切的真相 原来他在好几年前就不在管理公司了 一切都是智能在打理 这就意味着艾伦也受智能的控制 杀掉格雷的妻子 以及将格雷搞瘫痪都是智能的主意 因为智能想变成人类 而在这个世界 像格雷这样 没有移植电子元件的身体 是少之又少 智能看上了格雷的身体 其次只是个附带的牺牲品 格雷非常的愤怒 他被彻底的耍了 而现在智能又想杀掉艾伦 因为只有艾伦能制造出新的智能 来取代自己 话说这 智能就冲上去 用格雷左手的刀子 插在了艾伦的头上杀死了他 随后智能又想杀掉女探员 格雷不同意用大脑拼命的抵抗 砰的一声过后 格雷竟然崩溃了过去 醒来后的他 已经去往了智能创造的虚拟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妻子还活着 而在现实世界中 智能已经彻底接管了这具身体 原来他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将格雷搞崩溃 因为只有崩溃 智能才能完全摆脱格雷 他毫不犹豫的杀了女探员 并扬长而去 前面就说 结尾时还留有悬念 那么格雷有没有可能跳出虚拟世界 重新占领自己的身体呢 我觉得可以拍个续节